请问多一点来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是抛出了重磅消息 宣布要推出数位NFT的卡牌 每张售价大约是台币3000多块 用来帮助他回锅是白宫宝座的资金 以及可以宣传声量 卡片一共有45款 包含化身了美国英雄鸡肉男 甚至太空人牛仔金帐等等 网友直说真的是太疯狂了 另外来看看这个数据 海洋环保组织的最新报告是指出 全球商务巨头Amazon去年生成的一些塑胶包材垃圾 竟然是多达了3.11亿公斤 足以绕地球800圈 估计超过1100万公斤的垃圾 最终将流入海洋 对海洋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接下来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曾经估计台湾今年人均GDP将跃升到三万五千块美元以上 不仅是超越了日本 南韩更是称霸了东亚 而韩美也称赞台湾的经济真的是用飞的 日韩之间的差距也缩小 日本智库更分析 台湾人均GDP今年是超越了日本 南韩则在明年会超越日本 所以对日本来说真的是一大警讯